这是历史上黄河栽战的情况 1761年 1933年 这是历年绝口的情况 这个 我们通过多年的研究 发现黄河的窄身核潮 具有强大的疏杀能力 黄河多沙不可怕 窄身核潮疏杀能力的 我们曾经出版的一篇 是个地上的悬河 但是现在由于主潮的冲刷 深度变成了 潮身滩高的相对地下河 黄河虽然是个悬河 但是不可怕 因为黄河的 由于上游水量的变化 和沙量的变化来说 进入河口地区的水量 沙量也发生了变化 原来 进入河口地区的沙量来说 在小浪里降入前 大概是 十亿吨到十二亿吨 现在呢 进入河口地区的沙量 每年只有 一点都一吨了 不足于河口天然的寝室量 三到四亿吨 所以河口淤积对上游的影响 也可以 不考虑了 忽略了 这就具体都不讲了 这报告里有详细资料 天然情况下 河口淤积这不是已经讲了 这也不说 这是河口的图 先给冲上了两米 到一米多 这河潮是根下签 就是形成了一个 河潮深滩地高 洪水不满滩 多年来以后 黄河的洪水 没有达到防洪现成水位 李国英当黄河会主任的时候 把平滩流量作为黄河下游防洪的警戒流量 这么多年来没有出现 达到防洪水位变了 黄河的防洪形势 真快就变了 这是京主桥 可以看出来 由于河道的松刷 那桥墩的平台都漏出来了 两米深 这个事情 大家可以 有时间可以到花岩口 看看黄河下游 黄河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是啊 从天然情况下来 下游各站的水位 都是爬升高的 黄河是独年淤积才高的 小浪的水库投入淤积以后 下游这个投流量水位 都是下签的 变 黄河由淤积变成了下签的过程 而且这种过程是不可以改变的 刚才也已经说了 花岩口下签了两米多 这个加河山高村都下签了三米 是吧 设计的水位以上 大堤的堤防超高三米 在堤后呢 又搞了100米到200米的淤泰 这是过了金汤吧 但是小浪迪水库投入淤积以后 河潮下签了三米 这就形成了 这个水位距离大纸高成了 差到五到七米高 这就达到了7200米 世界上没有这样的活力 小浪迪投入之前百年淤积的洪水 有了小浪迪以后变成了千年淤积 河潮又下签了 现在黄河的洪水究竟是多年一遇 不知道可能要达到万年一遇 就是不可能发生的洪水 所以说黄河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河流 大家都知道美国密西米河的防空标准 是50年一遇 长江河现在可能达到万年一遇 所以这个问题 黄河的设计洪水的标准 以及地方的建设 都要重新考虑 否则21005 高层是2万 山东河道也要达到1万 就是说不可能发生的这样的洪水 大地距离参见都是五到七米高 这个数字已经不想一想了 给黄河的牛 如何面对黄河的水沙变化呢 沙量小 洪水小 水库的白蓝小 建议呢 我们用小浪泥水库的泥沙多年调节 相近 利用洪水排沙 把泥沙呢 都加的由洪水来带 因为黄河的一个特点 有洪水才有泥沙 有泥沙才有水库有排沙机会 多年调节 这样的一种运用方式 代替原来黄河会设计院提出的 去秋台湾三不霞这种运用方式 这个已经统一共识了 我们八五公关就提出来了 2014年的话 黄河会设计院呢 这个观点 但不是他们所创 我们时间前就已经 八五公关有正式坚定了 另外呢 对黄河来说 要警惕 过度的治理 要维持黄河的健康生命 为什么来说呢 八百九的时候就没有工程了 像永定河 军马河 葡萄河 正河都是这样 海河流一都干了 为了维持河流的健康生命 习近平主席提出了 青山碧水就是金山云山 黄河要避免这个问题 因此呢 当有一个条件 当那库容大于年净流量的话 这河就有可能干 这个根据海河流一一次 这就也不要说了 这个是 这个都有资料 它干的原因都是 上游水库修得太多了 溶液半干用水发展 因为它是干旱地区 在元古时期的嘛 是洪水没法利用 才下来 形成洪灾 是否会出现 滑北地区的情况 我们要提高警惕啊 根据1994年的调查 一间的30座水库 总库容呢 是600多亿 支流上修了600多座 小一亿形成库容 总库容110亿亿 加起来已经达到730亿亿 超过黄河年净流量600亿亿 按照黄河干流的规划 还要修六座大型水库 它总库容呢 420亿亿 总库容呢 达到1,150亿了 远远超过黄河的净流量了 所以这样 根据2014年 按年的这个水利部的调查来说 黄河流域的主库中啊 已经达到点签议了 但是这个列为保密资料 还没有公布 所以就是为了维持黄河的健康生命呢 所以我再次呼吁 要必须要控制 黄河干流上的工程的兴建规模 下游的问题 就是说 游荡性河道 虽然强烈的出刷 下切了两三笔 但是河道仍很宽浅 对防洪还不利 银水还不利 需要进行双岸整治 形成一个载身的稳定的高效排空出刷 都能处到解决这个问题 这具体的图就很好 它是黄河流浪性河道 是不是宽建河流水 另外呢 要建立修建桃花玉水库 因为小浪底水库 进行了多点调节 把洪水都优化 但是小浪底水库下卸的清水 大家说 还没有调节的余地 修建一个桃花玉水库呢 可以把小浪底下卸的清水资源 重新调节 分配给华北地区 因为黄河虽然水量也在渐小 但是对华北地区来说 还是有相当大的吸引力 黄河每年入海的水量 还有150亿左右 对华北来说 还是一个非常有可观的 供水量的问题 所以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 由于这个问题 输沙用水的问题 那天张江若提出的问题 已经不再发现了 输沙用水的问题 已经不再发现了 这是一个是调节这个 另外对小浪底到花园口之间的 支流的风水呢 还可以进一步控制 因为接受七五八风水的教训 这一段没有控制性的风水 另外呢 还可以发展 你郑州黄河为中心的旅游区 有了水库就可以发展 另外在这里呢 我要感谢赛天之灵的老院士 黄河的治理 由清华大学的张光总 还有颜凯 都国人 黄炳为 徐千兴 黄温熙 潘家增 刘东升 这个陈树黄等十位认识 给李鹏写的信 写的信的建议是什么内容呢 大家从这个局部就可以 充分发挥小浪机水库 多年条件的作用 减少下游河道的淤衣 减少于书发用水 这样一个公园大发 这个报告呢 李鹏总理批了 所以我告慰 塞天之灵的老院士 黄河的河床不抬高 已经实现了 你们的愿望已经实现了 我要 作为一个晚辈 我要感谢这些老院士的 无私的奉献 我们希望新院士 也能够为黄河的治理 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我汇报的题目 就是这样 由于黄河的变化 使得原来 宽和治理的规划 很多的东西就要落空了 比如贪区政策补偿 贪区是持工 堆杀的场所都失去了影影 所以黄河的规划来说 要重新修建 我写了一篇文章 发给我的红网登了 有建议修改 黄河原来的 宽和治理的规划 要适应新情况 好 我就讲的 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考虑 我有个博客 十年了 叫黄河巨变 洪水永不翻来 把我十年来的工作 都有 包括2001年 在中国水溃做的学术报告 55分钟的视频都可以 还有我 这些院士们给我写的文字的东西 对我的评价都有 包括和黄河会主任汇报的视频都有 还有我考察地方的资料 包括考察新疆 考察山西那种的资料都有 我把我的一生的顾目 都放在视频里 无傻子提给我 水栗子同行 好吧